武汉某楼盘一天只降3000美平 8月还没过完 这部汉阳王家弯板块的保利月降台降价了 一下子到了13000左右的价格 要知道今年该楼盘一直在16000左右 去年该楼盘则是18000左右 相比去年降了5000一平 很多人问永哥这个楼盘能不能买 其实大多数人买房主要看重以下4点 具体看一下这个楼盘 第一交通 该楼盘距离地铁口 步行距离是1.1公里 走路大概需要15分钟 你能不能接受 第二学校 该楼盘一路之隔就是御龙小学 对口的是德财中学 属于汉阳比较差的学校 这一点你能不能接受 第三房子后期好不好转手 我觉得有点难度 如果小区北面沿着秦台大道的地铁14号线 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开通 或许会好一些 毕竟14号线离小区更近一些 第四周边的环境和户型 你能不能接受 楼盘距离锅顶山和扁担山 直线距离大概在1.3公里 这到底有多大影响 勇哥也不知道 至于户型 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有多差 综上4点 你能接受的话 那么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 下半年 或许有一半以上的楼盘价格会扛不住 具体哪些楼盘扛不住 大概就是具备了上面提到的4个特点的楼盘 第一地铁交通比较差 第二学校配套比较差 第三后期不太好转手 第四周边环境以及楼盘产品一般般的楼盘 至于地段位置和各方面配套都不错的楼盘 应该才是大家下半年重点关注的楼盘 最后 勇哥团队只做一件事 为你选好房 需要楼盘价格地图请私信我们 勇哥团队为你选房 并带你实地看房 说来 umm 在盘子里边的楼盘 leri的保佑